一讲今日头版,爱上国米吧,C罗加油,直播吧9月19日去米兰体育报,罗马体育报,都灵体育报是意大利的三大体育报,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他们各自的头把头条,都带来了哪些内容? 米兰体育报,一,国米在咆哮,内拉足里的疯狂撞举,一球落后热刺直到最后关头完成逆转,一卡尔比打入神仙球,之后被西诺杀死比赛,冠军联赛,欢乐再胜西罗梅阿查球场爆发,英国球队一比二落败,二,纳布勒斯在贝尔格莱德汉平,临近球,尤文带着CR7出征马轮西亚,科斯塔停在四轮,三, 罗马今晚战黄马,德罗西相信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,四,加奇迪斯出任米兰CEO,充满热情,我们会重回顶级,罗马体育报,一,爱上果米吧,这句话正是果米对歌中的歌词,amolo,爱上他吧,欧冠重新点燃果米,在圣西罗的惊人之举,二杠一逆转热刺,一卡尔比的精彩凌空抽射,贝西诺第九十二分钟的头球一击, 热刺被击败,蓝黑球迷无比欢乐,毛罗,精彩的一夜,斯帕莱蒂,非常激动,二,纳布勒斯没有打穿贝尔格莱德的城墙,客场零比零红星,因西涅击中横梁,三,C罗和罗马,我们可以,尤文和罗马都要在西班牙作战,C罗代表最强尤文做客法伦西亚, 迪弗朗西斯科带德罗西做客马德里,四,科斯塔付,出代驾,停赛四场,独龄体育报,一,C罗加油,今晚21点当地时间,瓦伦西亚游文,班马军团的欧冠梦, 再带曼西罗的西班牙点燃,阿莱格里,克里斯蒂亚诺让球队更加自信,科斯塔因为对小迪弗朗西斯科土口水被禁赛四场,二,贝西诺,命中注定的人,伊卡尔迪魔法进球,之后乌拉贵人绝杀比赛,帮助国米在欧冠中逆转热刺2比1,三,一只漂亮的纳布勒斯,因西涅打中横梁,客场零比零红星,我叫达芬奇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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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